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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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就是讲话是不清楚 都会被人家笑 老师跟我妈讲啊 我妈就是 你只要慢慢讲 然后把话讲清楚 那就好了 后来我就慢慢讲 所以长大就变成一个特色这样 有很多人会看不起喜剧演员 我为什么坚持要唱情歌 要唱一些比较能感动人家的歌 因为我想要把喜剧演员 另外的一面 让观众看到 搞笑艺人有很多也是会悲伤的嘛 所以小丑才会有一滴眼泪挂在这 喜剧其实还是要有一点点悲剧的成分 我觉得才是一个真正的喜剧 像我们去看周星驰的电影 他也会有一些这样子 然后看李国修跟李立群的现在说 只要有人笑的时候 就是有人受伤的时候 有人怎么样了 很好笑你才会笑嘛 我会唱歌 我会模仿 光会唱歌不行啊 我要写出自己的歌 像周星驰来讲 他如果不了解那么多东西 他怎么会拍出那样 我只是想证明给很多人说 喜剧演员 其实看的东西可能要比一般人还要多 他才能够乱编嘛 以前我30岁的时候 在POP唱歌 讲黄色笑话 做一些低俗的表演 什么高音唱不上去 叫人家跟你搓屁股 然后你就哇 观众都会笑 观众常常看嘛 搓屁股已经满足不了他 要变成说 他说找不到 找不到 然后你又说 那我把裤子脱了 那内裤你就要挑了 因为今天晚上 这件内裤要出来表演 你就要挑一件可能很好笑的内裤 后来到最后 我已经穿掉袜了 你知道吗 裤子一脱穿掉袜 可是妈妈跟爸爸今天晚上 要来看你表演 然后你就紧张了 慌了 后来我催眠自己 就催眠说 我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我是一个专业的表演者 如果我爸爸妈妈来 我就害羞 实在是不应该 所以后来 不管我爸爸妈妈来 我也都是会讲这些黄段子 后来发现他们也蛮爱听的 对啊 就是 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嘛 那没有什么 我就觉得有时候很自在啊 这样就很好 然后我这一次做的脱口秀 后半场有一段是 让我搭档独白 那一段独白是要让观众哭的 我每次讲我每次都会哽咽 他每次讲他都不会 那我说我们一张票收一千二 你进不去你就是骗钱 因为你不是专业 你一定要告诉人家你是专业 我觉得现在的我是比较轻松自在的 之前叫我去上一个通告 要从五楼跳下来 以前我就敢了 现在我孩子很小 我现在不能受伤 我也不能离开他们 要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把他生下来 我就应该要 好好地陪他们长大 所以现在的想法是比较 因为你接了这个工作 就要用最好的状态来面对他 那会去做脱口秀是因为 我去看了很多现在年轻人 他们去讲脱口秀 然后看完以后就有一点难过 然后或者是他们讲的是新三色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点脏掉了 幽默跟低俗其实是有差别的 但就像献哥讲 如果你让康康说 哇这个脏掉了 那就很脏了 所以后来我想说 我应该要去做一场 我所谓我心目中的脱口秀 就除了搞笑以外 他还有一些社会的意义存在 请问哪一位歌手 他的偶像是后裔 就是琪琴 因为琪琴有帮后裔写了一首歌 叫做九个太阳 哦 九个太阳 哦 九个太阳 哦 九个太阳